习世宇正在走神想着事情,结果就听见沽通一声。 你与她有多大的仇怨,要如此害她? 有仇啊,罗夫之恨啊,不过,本王妃的夫君看不上她。 再说了,本王妃不至于这般如此。 湛王爷,你来得正好,我家渺童嫁给你,你就这般看着王妃错见我的女儿吗? 气疯了,你披上点。 湛王爷,你…… 母亲,你别说了,王妃恨我,我能立即。 王妃,是我错了,我不该笑笑王爷,但你也不该把我推进湖水中。 这湖水是那么的冰冷,怎么能如此恶毒呢? 你说,我把你推进了这湖水中? 我错了,请王妃不要责罚,我错了,请王妃饶过我吧。 女儿啊,你这是何苦啊? 枉你一枪情意都给了湛王,可没有换了一丝怜悯,甚至连王妃也要置你一死地啊。 哭得不够认真,再尖把劲。 哎,那个黄夫人,你哭得不够撕心裂肺。 对,再打点伤,眼泪呢? 比肝打雷不下雨啊,眼泪跟上。 既然你说我把你推下去的,那么你知道,我推人的效果是什么吗? 黄妙童打了个冷战,不想说话,只摇摇头,又点点头。 就你这小七宰的身板,你不觉得你落水的地方太浅了吗? 是你把我推下去的,喜诗语,你也看见了,难道你不准备说句功耳话吗? 一只沉默的喜诗语正在发呆地看着颜横。 不管是何时,她都是那么地俊逸,潇洒。 啊,什么事? 那个,黄小姐对不起,我真不能说谎。 其实你掉水里的时候我正在发呆, 所以,我也不知道你们到底发生了什么吗? 啰嗦,你也不用让人帮你作证了,我给你表演一次。 众人就看见袭然手中的黄妙童,她飞了起来, 嗖的,就飞向了湖的中心位置。 啊,湛王妃,你当着我杀人,我皇家,要,要,要。 既然入了湛王府,污蔑竹母,挡猪。 哎,捞起来吧,死湖里,这湖里的鱼都要遭殃了。 严恒一脸的不情愿,最后在她耳边说了句什么。 在她点头后,严恒飞升而起,脚踏湖面, 快速地在湖面上跑了起来。 一个弯腰,拎着黄妙童的衣服领子,就给拽出了湖面。 欣然看到眼睛都要冒惺惺了,激动地鼓起掌来。 嘿,父亲好厉害。 你说,本王妃推你了吗? 我,我,我妃,我错了,你饶了我吧,我不会再怪你了。 她动了动身体,往炎痕那边爬去,拽住了她的鞋靴。 王爷,请您联系。 本王为何要联系?